历经三年,六十个乡镇,超过一百五十所校园设立近私阅读书圈。 透过空间营造,让师生贴近阅读,扩大视野。 欢迎收看经典.tv 大家好,我是经典杂志总编辑王志宏。 在我们的经典书斋里面这个月,要带大家来阅读一本很美的书。 我讲的很美的书,它并不是说这个封面设计的多美,也不是写作者的,是长得很美, 而是这本书的意义非常非常的美好,它的书名叫阅读,希望长方。 那我们这次很荣幸地把这本书的作者,我们的蔡清儿请到现场来。 清儿你好。 你好,总编好,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蔡清儿,现任静思书轩营运长,曾任大爱电视台儿童节目主持人。 静思书轩旗舰店,新舞台店店长,2017年创立和启用第一间在校园的静思阅读书轩。 迄今设立152间。 热情洋溢的校园,有一块相对安静的空间。 学生们自在地翻阅书架上的书本,这里是静思阅读书轩。 书架上的书籍不贩卖流通,而是让学校师生,甚至开放给社区民众可以自由阅读。 我们也可以开放给社区的这些民众,也能够享受这样的一个资源。 毕竟在我们这个乡下地方,要到书局是非常的不容易。 我相信好的阅读呢,可以改变个人的观念,进而也可以改变社会。 当然里面有很多都是正面的好的影响。 那今天152间的军事之间,相信可以影响很多孩子。 能够作为第一个任养人,我总是很开心。 能够在这方面,为我们偏乡的孩童们,我们的小朋友,做一些事情,我觉得很好。 所以这个地方应该除了念书以外,我觉得还可以作为他们课后的一个, 比如说做做功课,老师也方便就近看看,就近照顾。 在这样一个有思考、阅读、安静的空间里面,我觉得小朋友能讨论、交流。 所以我觉得它应该比指示念书要多一些东西了。 近似阅读书轩,从2017年7月成立了第一间之后, 如今持续在台湾不同校园角落成立。 每一间学校成立的故事,全都收录在《阅读让希望绽放》一书中。 请儿,讲这个美不是在夸赞,而是它本身在过去的几年间, 你从舞到有在全台各个,包括离岛、天乡,设立了152间的禁诗阅读书轩。 对,那禁诗阅读书轩会让大家觉得说这个是什么东西。 但它实际上是一个很美的故事,你要不要先跟观众朋友说明一下, 这个起心动念是什么。 对,其实因为我自己在禁诗书轩,始悟很久, 你也知道吗,跟总编认识好久了。 对,在每一个禁诗书轩,那它在台湾有50个店, 然后全世界一百多个据点。 它平时有这么好的书, 然后也有很多金社师傅做的一些舞粉, 它有流通。 但是我一直觉得说,其实我很幸运, 因为我在这里工作将近20年, 我每天都可以围绕在好书,这么好话当中, 可是很多在台湾的校园或地方, 其实它一辈子很难接触到这些书。 我会觉得可惜,所以我就觉得说应该要分享。 所以后来在三年前就想到说, 也许我们可以开始在偏向做一个叫, 近思阅读书轩。 它像一个寓桌,就是说它没有流通, 可是我帮那个学校挑了500种书, 除了自己出版的近思的书, 还有很棒的经典杂志, 实际传播的书籍, 放上去柜子、桌子、椅子帮你布置好, 然后你就会很喜欢这个空间。 是,所以你的一个想法就是将原本一个近思书轩的位置, 基本上是在人比较多的地方。 对。 所以你也想说,是不是可以把这样的感觉把它拓展。 那拓展到,当然在对台湾来讲, 很多的资源分配不是很平均。 所以实际上的想法是越偏远的地方, 试着在学校里面设定一个永久的一个空间。 但是这个东西就牵着好几个问题了。 第一个,学校愿意拿出这个空间吗? 第二个,经费从哪里来? 先跟我们讲一下, 你刚才想这样的问题之后, 这两个怎么解决? 对,那时候其实的确学校要不要做, 这是很重要的。 可是后来那时候,我记得我们, 其实这十年,静思书轩都有到各地送书。 那只是送书就离开。 那我很印象深刻,是三年多前, 我们去了一个高树乡,高泰坡。 对,在屏东。 对,在屏东。 附近其实都是农田。 然后我们那时候去送书完之后, 那个校长就告诉我说, 他很喜欢那种那么欢喜的氛围。 他就说他的心愿是自己开一间静思书轩。 是,对,但是你只要看一家一个据点是不容易的。 是,后来我们也有机会到瑞瑞国中。 瑞瑞国中其实就是童子贤先生的领校。 是,然后我就说我要进去看。 突然的,我去看了, 看到那个设计布置很雅致, 然后很明亮,然后学生都在那个, 随时都在那里看书。 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启发。 是,那就觉得说, 其实如果学校愿意,我们很诚意, 然后一个一个去谈,如果他愿意, 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宗教的那个, 其实就是一个教育。 是,所以后来我们就起步当然比较不容易。 但是我们就先从这个高态国中。 是,校长好开心。 是,然后从一间, 然后就两间这样慢慢谈。 然后也谢谢总编, 也有建议的学校, 我们也有努力去。 是,所以我可以加个补充。 实际上你的进士业读书线之间, 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也就是志工的投入。 志工的投入之间让整个的捐书的过程, 跟捐书的持续, 跟对学童的有一点比较好的关系。 这种的氛围才让高态的校长觉得有一点点的不一样。 是不是。 那也就是秉之这样,我想, 假后到小步。 大家就开始觉得这个好像从一就开始一声无量。 对,其实就是要一个一个据点。 其实他比如说, 我们有一次我们去高雄。 那高雄我们的第一个据点, 其实那时候是有一个实业家, 他想要回馈他的成长地,高雄。 那我们就去找高雄有一个, 实际曾经盖过的一个简单希望工程。 所以就在三菱国中。 所以我们就去洽寻, 校长也很愿意。 然后从那个间开始, 因为那一天他就要了他的朋友, 讲先国中的校长来。 然后那个朋友就是很希望我们可以接续。 所以后来这个校长也就开着车, 带着我们的志工跟同仁, 到很多的学校。 然后在高雄那里就展开来。 其实每一个据点的缘分不同, 可是通常就像你所说的。 是,所以我们想说建了一个书屋, 除了书的内容。 你刚才谈过的大概是哪些内容之外。 那个经费的来源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想法。 所以你刚才谈了很多,比如说, 比方说有些是朋友直接来捐他的。 但是也有一部分是属于大家, 觉得这件事情很有意义。 对,因为其实我们, 你也知道静思书生, 它是跟慈激基金会的经费, 它是完全分开。 对,因为它是金社师傅自力更生的一个生活。 然后也是法流通这样。 那所以我们的费用也不算是捐款, 可是算是任养。 就是我帮你买,就是有人要任养一间, 那等于帮你买这些书的钱, 柜子的钱。 然后人工叫做自由。 都是志工。 志工们都是自由的。 对,包括连我们的同事也是, 因为他们本来的工作是在做门市的运作。 可是他们到这些各个偏乡, 其实他们大部分都投入志工。 对,然后就这样一间, 刚开始就是很谢谢陈志远先生。 是,他就是第一间,他认了。 其实我们也搞不清楚会多少经费。 然后或者他就说那你就去做。 然后后来就慢慢越来越多人, 可是有一些人是, 他说我真的没办法,我一个人一间, 那能不能我们每一个人一人一点, 包括小朋友。 是。 对,所以前一阵子就是有一个故事, 蛮感动的,就是有一个宝竹师姐。 是。 他在美国, 那他其实跟他先生一直长期住海外, 那也支持了很多阅读书宣。 但有一次他就告诉我说他的娘家, 就是他的哥哥、姐姐。 其实他们经济不是算是非常好, 小时候也很辛苦, 哥哥还开大卡车。 那他有一天就建议他们说, 要不要我们每一个人积少成多。 是。 圆满一间为已经离开的妈妈祝福。 是。 所以他们就这样用了一年的时间, 包括最小的孙这样的礼姬。 然后今年的三页, 我就收了他们的这一笔钱, 然后帮他们设置。 我其实非常的感动。 是,所以我一直在讲说, 实际上这本书是很美的一样, 就在于从那个捐书的这个起心动念, 就是一件美的事情。 当然在这个过程之间, 还是有他很坚信的地方。 就是说, 比方说去各个地方去勘察、 妆潢, 然后把它美化。 这过程很多辛苦不为人所到, 对不对? 对。 其实每一个地方, 包括要跟学校洽询, 都是一个不容易。 是。 因为每个学校的属性不同。 但我觉得上人常常跟我们说, 那个近思义嘛, 人性之美莫过已成。 所以都要很诚意。 那我觉得校长也感受得到我们的诚意, 而且我们没有所求, 我们只希望分享爱。 所以就这样一间一间。 那另外一个部分, 甚至要非常感恩各地的志工, 因为我们就是落实社区。 是。 像我们只有几个人是这样跑的。 对。 我们到那个地方, 我们结合当地, 到那个地方结合当地。 就是要让当地自己一起整合, 包括开车的人, 包括布置, 就是去洽询地去布置各方面, 这些都是很印象深刻。 像书里头我讲到一个故事, 其实就是我们去台东, 然后就有一个范师兄。 是。 这个范师兄其实他就是平时帮我们开车。 那有一天我们就飞到台东的时候, 我们就说今天范师兄好像还比较晚来。 后来原来他因为一直帮我们开车, 到很多偏乡, 他觉得他的车子已经快坏掉了。 所以他用贷款, 因为他经济不是那么好, 贷款买了一台一模一样的新车。 是。 为什么他晚到, 因为他去签新车, 然后那个彩球还在车上, 然后让我们上去坐。 其实那个时刻我就是非常的感动, 因为这些志工那么省思俭用, 可是就想要就是带着我们, 然后他之后还写了简讯给我们说, 他说他觉得跟我们去, 然后不管是参与布置或者去启用, 他觉得好有意义, 因为看到学童可以读到一本好书。 是。 他说他自己没有读到什么书, 是。 可是在他这个画甲之年, 他却可以为这些学校做一点事。 下课的时候都可以过来这边看书。 你比较喜欢看男人类的书? 静思语啊,还有一些控制情绪的书。 以前情绪很不好, 打书比赛的话就很气馁, 就很想放强。 就是在学校有看过几本书, 然后把情绪调整起来, 打击发挥手臂稳定就可以拿冠军。 下课或放学后的静思阅读书宣, 总有学生驻足停留。 这里不只是一个看书空间, 也成为许多学校学生们客服及生活的场域。 晚上也会结合我们帮学队的客服, 那小朋友在写完功课之后, 他也可以阅读那边的书, 然后可能有自己喜欢阅读的书, 那我相信对他来说都是蛮有帮助的。 我不喜欢骑脚踏车, 只是有时候觉得有点累。 你会怎么教他读书? 一个一个字慢慢念。 你有没有学到? 有,学到什么? 我只是学到我不会的字。 哥哥念的时候我觉得好开心。 从偏乡到都市, 从本岛到里岛, 静思阅读书宣, 带给许多学校学生更多的可能性。 大学国小静思阅读书宣, 大 我常常在笑你说, 你常常说游山玩水, 因为不是到很偏乡的地方, 所以你捐赠的学校最少的学生能数是多少? 30亿内。 30个。 对。 但是我们来讲说, 照那个CP值来讲不是很美好, 但它意义很多,对不对? 对,其实也要谢谢总编, 因为我记得有一天我们在聊天, 那两年多前, 然后总编就有建议, 就是说其实外岛要去, 因为外岛光是交通就不方便, 可是他们很需要, 因为你带过去的不是书而已, 你带的是满满的爱跟关怀。 所以那个是到了外岛, 我自己觉得我历练跟经历很多, 包括我们去了绿岛。 就是到现在我非常印象深刻, 孩子们的单纯的笑声。 是。 然后我们离开后, 他们写的卡片,写的说, 怎么会有人飘洋过海来这边, 送我们这些书, 还有新的桌子椅子。 他说我开心都想飞到天上去。 是。 然后他们就说, 原来他们都是有爱的人, 然后他们有人说是蓝天白云, 他不会记得谁跟谁, 可是他会记得一群人。 是。 然后有一个孩子就学着说, 我长大,也要像他们一样, 做一个帮助别人的人。 是。 我觉得这样就很值得了。 是是是。 对。 我想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这个Pay forward, 我们就把它传递出去, 然后让他有机会可以是了解说, 像这样的情况是来自很多的好, 这个社会上的很多很棒的一个 姐姐哥哥叔叔伯伯们。 他们无条件的一个给予。 我想这个是对这些小孩子的一个, 在成长的, 是一个很棒很棒的一个启蒙了, 是不是? 那在这个偏乡之间, 还有一些比较大的学校, 也在你的郑送的范围之内是不是? 对,其实像瓷季盖的921希望, 我们很希望每一间都有。 是。 其实我们每去每一个建筑屋都觉得好亲切, 因为那是921地震的时候严见的, 所以那些学校都盖得很好, 学生也招得很好。 是。 所以有一些都是有一千多两千人, 那甚至北部的部分, 我们也有就像南山高中, 有将近四千个学生, 然后还有永和国小, 这个就比较属于母校系列。 是。 就是说,有人就说为什么你都到偏乡, 可是我们的孩子或者我们的孙子, 也需要这些书,品德教养。 是。 所以为什么你都到那么遥远的过去, 所以后来就在比较都会, 也就有成立这样的阅读书学。 听懂,听懂。 那实际上你自己的, 我觉得这种的一个阅读书学的一个启用, 本身除了是受证者的这个欢喜, 我想你也常常带着这些捐赠者去参与这个启用仪式, 对不对? 对,我其实很感恩那些捐赠者, 因为其实他们有一些都是事业有成, 是。 时间很忙, 可是就是我们可能去一趟至少一天, 对。 因为比如说有一次我们跟那个陈先生, 我们去了那个就是海端, 海端乡, 对,海东, 可是他们去其实收获绝对是自己, 因为他的互动, 他的接触, 是。 就是走到了那个地方所感触的不一样, 是, 所以也是在呼吁大家, 有时候你不会觉得说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不是一个浪费的一个情况, 是。 所以帮助人, 有帮助人的乐趣, 是。 所以这也是一个, 你只有到现场你可以体会到, 这个微小的代价, 是一个满满的收获的一个成果, 那实际上我们再回过来谈, 除了这些偏乡城市的小学中学啦, 当然你还选择了一个蛮特别的一个, 一个辅导中心, 对。 矫正学校, 可不可以跟观众讲一下, 这也是很特别的一个情况。 对,其实最开始是那个花莲监狱嘛, 花莲监狱那时候有一个潘师姐, 她长期在花莲监狱做互动, 那后来当时就说在那里设立一个, 那时候也蛮温暖的, 是因为包括桌地板或一些柜子, 都是那边的朋友、同学一起完成, 一起来完成。 对,然后就把它弄起来, 然后甚至让我最印象深刻, 其实台北监狱, 因为台北监狱其实好多人, 三千多人,然后每当我去一个学校, 都会觉得说, 当然越去那个学校, 觉得学生越多越好, 可是我去到了监狱, 就希望说我下次来不要再有人了。 是。 对,就是它很需要, 因为它都在那个里面。 那台北监狱我很印象深刻是, 有一次我们就是去年, 刚好是此季五十四周年, 是。 然后呢, 连狱长亲自带了一幅画, 这幅画是他们的同学, 他们的御友, 他每天在阅读书学会读书, 然后他会看到一本书, 比如上人的一本叫《行严半世纪》, 是。 他就看到上人那个慈祥的神韵, 他就会想起他故乡的母亲, 是。 他故乡在马来西亚, 可是他妈妈就是都会不慈, 就那么远会来看他, 是。 他就说他觉得他在那里, 都没有为这个社会做什么, 可是他觉得要为上人做一些事, 所以就用沙画, 画了差不多几个月, 然后把那个上人的法造送给他, 其实就好多的温暖的故事。 是,实际上, 我们大概讲说这个阅读书宣好了, 如果学校通常怎么用它呢? 因为它好像变成是一个阅读室, 有一个图书室, 那它通常你所观察过的, 这些受证的一个学校, 他们怎么使用这个空间。 那我比较印象深刻的是琉球, 小琉球, 那小琉球呢, 应该是有四个小学, 一个中学。 一二个中学。 对, 然后有一个白沙国小, 国小学。 那那个校长非常好, 他已经从事教育非常多年, 是。 我记得我们去启用的时候, 主持人是三个小女孩。 是。 他很光荣地觉得说, 你看我们的学生可以这样主持。 后来他就跟我说, 资中一个女孩, 她的父亲前一阵子刚往生。 那他说, 就是这个女孩有一天, 就写了一封信给校长。 他说, 很谢谢校长把进师阅读书宣, 那个引来学校。 他说他很喜欢到那里看书, 他会觉得心很平静, 尤其是每次他想念爸爸的时候, 他就会把书上的进师语打开, 他的心里就会比较好一点。 是。 所以其实我听了那个故事, 我觉得好, 这是后来校长讲给我们听的。 我其实很感动, 因为这些书, 它是让你有一些人生的方向。 另外一个部分, 我发现这个书就是陪伴。 是。 对, 它是陪伴着你在你的人生的道路当中, 哪怕心情好,心情不好, 你都可以看着这些书, 让你有一些方向。 是, 所以你现在说到一个重点, 就是说通常一些书屋的一个书宣的成立, 有进师阅读书, 这些的概念, 实际上是就像你这本书上写的阅读, 是你看到很多的希望, 好像在一个纷纷的绽放。 尤其也是在大家突然想到的一个, 都是在陈明渝在山西中的时候, 如果有机会回来好好翻个一本书, 那是不同的想象这一点。 对, 其实我觉得书本那个书香的气息, 还是很不一样。 而且尤其我们进入就是小学中学, 为什么, 因为他们还是比较会接触书的年代, 是, 然后从小扎根, 让他们可以好好阅读, 因为的确那个网路太吸引了, 那要把它放下, 然后不去玩这些, 有时候很难, 可是能够得到一些平衡, 是, 然后让书本的那种味道, 或者你慢慢阅读的那种感觉, 还是不一样。 听懂, 那实际上我就会想说这个阅读, 近视阅读书宣, 它应该是一个未央歌, 它不是只有书签编完之后, 每年还会给更多书的一个新的动作, 还要再重新找寻哪些学校需要, 所以你的计划还会一直继续下去, 对不对? 对,因为台湾的小学跟中学, 总共有三千多件, 然后被列为偏乡就一千多件, 是, 所以一百五十二件是很少的, 是, 然后再加上就是说, 我们每做一件, 我们看到需要, 看到希望, 是, 然后我们也设立完的每一件, 我们差不多一年平均了, 一年我们会去补书, 比如说后面还会出一些好书, 今年的书可能有五、六十本, 是, 新书, 我们就挑过, 然后我们的志工跟同仁就到当地, 再做一个互动, 对, 其实就是这个社会需要很多的关怀跟爱,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一种爱跟关怀的表达, 就是说我们透过书, 一年后我们再回来带过去, 是, 我们就叫做回访, 是, 可是那个回访真的是传递一份关怀, 我们没有忘记所有的人, 所以实际上各位观众朋友, 如果你们看到这样这个讯息, 如果你觉得你的家乡需要这样子的一个, 阅读书宣的成立, 你可能要去找吃鸡人, 去找进食书宣, 我们是把这个美梦把它达成, 是, 因为阅读可以让希望绽放, 谢谢亲和的书, 也欢迎萧桐先生去吃看我们的经典.tv 经典杂志4月好, 建筑台湾打开公共空间, 公共空间究竟属于谁的, 而公共空间的模样又该由谁定义呢? 建筑团队提出理想, 让改变成为可能, 但空间如何被使用, 就有赖民众的主动参与, 让建筑与在地环境能紧密结合。 我今天按照来展示, 我来看你的时候, 演计划名凌冬你就凌产, 你应该要保护你的合适。 感谢观看